第一千零四十一集 然今昭和尽 落日不再寻和尽 漫漫长夜路何寻 直到池远长可行 那五道名音的声音越来越宏大 然而与他的剑道名音不同 这次的五道名音一点也不伤人 甚至还让王城某些百姓的救急都好了 声音震荡在苍穹上 如浪涛般拍打在夜色里 呵呵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吕叔惆怅地望着天空思考人生 他觉得这五道名音要是早点来 他哪还需要别人的恐惧 来完成第四层星云呢 这一刻 吕叔甚至能够感受到吕小鱼无声的嘲笑 以前吕小鱼就怀疑他了 甚至还多次质问 但是他都没有承认 但是现在呢 这还有得变吗 全吕咒现在恐怕就仨人听过小星星吧 吕叔 吕小鱼 江树一 这不是他的五道名音还能是谁的呢 他甚至能够遥遥地感受到王城百姓们的懵逼 夜里王城正在发生一场血战 然后就在这严肃的千军一发时刻 天上响起了一首儿歌 这不怪他们 吕树自己都懵逼了 人家的五道名音都是很霸气的 怎么到了自己这里就变成了小星星呢 虽然这声音是那么的宏大 那么的苍凉 可你再宏大再苍凉也是小星星啊 迄今为止 吕树所知道的能与其相比的 只有成秋巧的小罗号瞎他们吹了 也不知道成秋巧晋升一品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一首儿歌呢 想到这里 吕树就觉得自己得赶紧回地球 听到另一个人五道名音唱儿歌 他才能心里平衡一点 你他们还能不能行了啊 这他们要正打架呢 有人笑场了怎么办 然而就在此时 吕树忽然听到面前那名客卿忽然震惊道 这是谁的五道名音吗 为何会如此古怪 吕树面色古怪地看向那位 还在被雷霆剑气电得不停颤抖的客卿 我想打听个事啊 你听过这首歌没有 那客卿愣了一下 震惊地看向吕树 你为何问这个问题 等等 这不会是你的五道名音吧 你不是已经净生异品了吗 这到底是什么歌 吕树笑了笑 哼 回答错 下一刻 吕树静静地站立在长街上 月光从头顶洒下 吕树就像站在月光之中的神奇 面色平静中 他身后的雀音灰线席卷而来 收割了死室 也收割了客卿 花衣莽浮的客卿 眼中最后一幕 便是那诡异到有些绚烂的一幕 雀音灰线围绕着这少年 而那一切都代表死亡 来自陈老浪的负面情绪值 加一千 李树收到这负面情绪值后 小声嘀咕 这都什么名字啊 难怪死得快 此时青石板路上除了吕树 已经没有别人了 当吕树与第一名客卿交手 导致房屋坍塌之后 再也没有普通百姓 敢在旁边的房屋里逗留 纷纷逃散 吕树忽然很想笑 他原本担心的就是 武道名音动静太大 搞得他意外成为靶子 结果现在仿佛是灯下黑一般 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晋升了一品 也通过孙仲阳知道 他早就有过武道名音了 所以反而这次武道名音 想起来的时候 压根没有人往他身上想 就连与他交手的那位客卿 都没想到是他 地球那边是一品晋升的太少了 也没人去研究过 武道名音代表着什么 但宇宙不一样 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修行文明 所以关于修行的事情 大家都很在意 也比地球那边有经验的多 宇宙惯例 晋升一品的时候 才有天地异象和武道名音 晋升大宗师的时候 只有天节 没有武道名音 在宇宙 武道名音被看作是修行者 真正与天地产生共鸣的初始 所以很多人便喜欢 把武道名音的范围 当作天道的一种鉴定 大家认为 一个人武道名音范围越广 未来的成就便越高 事实好像也就是这样 甚至都不存在什么特例 于是豪门内 武道名音范围广的嫡系 便会重点培养 当初孙修文的武道名音 便是方圆十五里 所以早早就成了家主继承人 最有力的竞争者 不过这些对于吕树来说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没人知道 这也是他的武道名音 所以吕树忽然有点感谢孙中阳了 当初这货为了坑自己一把 主动散播消息说 自己已经一品 甚至连武道名音 有多么强悍都给大家说了说 旁边还有莫小雅他们好多人佐证 如果不是孙中阳 以吕树的性格 现在说不定还因着假装二品准备坑人来着 那他们说不定就真的坑到自己了呀 只是吕树忽然就笑不出来了 他低头就看到 地面上青石板粉碎后留下来的沙土 慢慢组成了文字 还说你不唱小星星 我都晋升一品了 这五道名音肯定不是我的呀 来自吕树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小鱼当然听到小星星 就从地下直奔过来了 只有他知道这玩意儿一定跟吕树有关系 地上的弹幕变了 骗吕树人还行 想骗我一点门都没有 吕树你变了 你都对我有秘密了 吕树心说 你要真能忍住不孝的话 我早就告诉你了 可压根没有那种可能性好吧 这突破后本该欣喜的时刻 吕树觉得自己还不如不突破呢 此时那宏大的五道名音 已经引起整个王城震动 所有势力也包括九五豪门 全都动了起来 他们要亲自调查 这五道名音的范围 到底有多么宽广 各大豪门的家主 皱眉坐在自己的宅院中 等待着下人回报 孙修文和孙仲阳就坐在那里 没过多久 有人手持一面传讯镜子 急步走了过来 王城最西边确认了 那边也听到了五道名音 现在已经无法确认 这五道名音是不是已经超出了 王城的城池范围 但是光确定一边是不行的 还得等其他的消息 又过一会儿 再次有人手持传讯镜子 走了进来 东边也确认了 那边也能听到 也同样无法确认 城池之外是否还有蔓延 城池之中能确认 是他们可以询问住在那里的人 有没有听到 可城外的荒郊野地就无法确认了 如果范围只是在城池之内 那么豪门甚至可以动用 自己在王城之中的强大人力优势 来确定对方是在什么位置晋升的 比如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边界确定 那么他们就可以立刻锁定原新的位置 可现在呢 竟然连边界到底在哪里都找不到 那又如何确定对方在什么地方晋升的一品 又如何确定对方是谁呢 孙修文坐在椅子上两球不已 他们只是在等今晚吕树杀人事件的结果而已 没想到竟然突发了这么一件大事情 如今东边西边都已经确认无误 范围不会有错了 孙中阳看到自己那位平日都气定神闲的父亲 忽然露出向往的神色 这到底是多广阔的五道民音呢 王城怕是真的要变天了 孙中阳忽然问道 嗯 父亲 有没有可能是吕树的五道民音 现在整个王城也只有他在战斗了 孙修文结束了自己的感慨 看向孙中阳 你确定当初吕树晋升一品了吗 孙中阳被问住了 嗯 确定 后来的路上因为他好像刚刚晋升一品 所以比较兴奋 还飞了一段路程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所以那便不是他了 只是这王城里还有谁藏在这里 竟然选择今晚突破 孙修文笑道 没法确认边界 就没法确认对方的身份 所以这次连线索都没有 只能静静地等待对方自己现身了 哈哈 今晚的王城原本吕树就是主角 他恐怕也没想到会被人夺了光彩 回想到刚才天空中那红大而又苍阳的歌声 孙中阳忽然说道 啊 父亲听过那歌吗 旋律还挺好听的 其实好不好听倒还是其次 最难受的是那些下人们 他们去找王城边上问别人情况 都得问 你刚刚有听到小行星吗 虽然好像也没啥 但总感觉怪怪的 但是小行星本身的传承度 在地球就很高 也是有原因的 简单 旋律动听 而在宇宙这边 歌词明显要复杂得多 所以当天晚上就有王城百姓 将小行星改成了简单的版本 当作了儿歌 顾灵飞在后山上呆呆地看着那条青石板路 刚才那声音是怎么回事 你先别笑了 江淑仪原本飘逸出尘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当他听到小行星的时候 就笑得前仰后合 想停都停不下来 当然 他能猜到这是谁的武道名音 吕树身上的秘密本来就不少 不是吗 只是就连他都没想到 对方晋升一品时的武道名音 竟然会有两次 而且还有一次 是某种强悍的法则意志来唱小行星 就在这一天晚上 吕树不仅在青石板路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还表演了一个保留曲目 丰富了王城人民的娱乐生活 当然 也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疑问 到底是谁在晋级 这个疑问 甚至让所有人都觉得会事关王城兴衰 一场巨大的变故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可大家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这种纠结的心情 甚至导致大家无心去关注 吕树在青石板路上的杀戮 因为他们要紧力去找到那个晋升一品的人 也许找到这个人 提前投资或者跟随 未来会有大机缘 可是找得到吗 谁也找不到 吕树朝着勾兰瓦斯行走的速度逐渐放慢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不再着急了 身后已是满地的尸体 却因灰陷 如今群工的能力已经被开发到了极致 而晋升一品后庞然的星辰之力 足够他们席卷一切 此时吕树一边走 他面前一直有沙土形成的弹幕 在不断地点评着 刚才那首小猩猩推翻了过去歌曲 就是风花雪月的沉浮论断 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虽然与以往听到的小猩猩不同 但我觉得歌词改得很好 里面透露着一股苍凉的味道 神他妈苍凉 吕树一边走一边看着这行走的弹幕 就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情就挺苍凉的 来自吕树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小鱼并没有穷追猛打 而是换了个话题 等会儿杀完人咱们去干什么 吕树想了想 尽快出城去跟我卫军会合吧 这里不宜久留了 我听江树一说 西州和南州边境那里 已经出现了空间通道 我觉得那条空间通道 很有可能就在天罗地网的管辖范围内 我想去看一眼 万一段木黄旗要攻打地球 我们也可以帮上忙了 之前吕树看到剑卢点击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吕小鱼 江树一很可能就是那位剑卢的大师兄 其实剑卢大师兄更像是一个符号 他的辈分已经很高了 但是这称呼与符号 从上千年前就一直流传下来 谁也没觉得应该换个其他名字 而现在 五卫军就驻扎在王城外一百公里的地方 吕树想让一前去告诉他们打道回府 结果五卫军的士兵们坚持不肯 眼瞅着是适与吕树共存王的样子 所以吕树要带着小鱼离开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弹幕字体转换 法器盔甲都已经到手了 加上剑炉给你的一万剑 总共四万剑了 吕树好奇的 怎么多了五千剑 宋纪大掌柜湘明泽和宋纪大贡奉赵帅 今晚偷偷又派人给我送来了五千剑 说不管你能不能挺过今晚 这都只能认识一场的情谊 吕树笑了笑 这两个人还不错 确实不错 之前你被端木皇起针队的时候 也是赵帅顶着压力 偷偷告诉李黑探他们的 行 这个人情我们得记下 走吧 杀人去 弹幕问道 如果这次回地球了 先去吃顿火锅吧 小龙坎 吕树笑着答应了 行 就小龙坎吧 两人轻松协议的样子 根本不像是要去杀人 下一刻 吕树看向面前的勾兰瓦斯 停下脚步 高声道 有朋自远方来 吕小鱼在地面之下默默地说道 虽远必诛 而后天上万柄长剑凭空出现 吕树早就释放于天上的无形剑气 一一归位 那剑悬在天上宛如满天凡星 还在讨论到底是谁晋升的孙仲阳和孙修文父子两人 豁然震惊 转头看向勾兰瓦斯的上方天空 这是什么手段 第1043集 勾兰瓦斯之中的剑余十名花衣莽夫克青 一直在等待吕树的到来 他们不想再分散实力 却又不甘心直接出去迎敌 端木黄启坐下十二大奴隶 如今已经战死两名的事情 怕是已经传遍了整个王城 若是剩余十名全都出去 只为了对付一个刚刚进入剑炉的修行者 恐怕会有更大的笑话 他们在心中已经将吕树列为一等一的危险人物 不然怎么会十个大奴隶抱起团来 这在过去数百年中都从未出现的情况 就在今晚出现了 以往他们哪个不是独当一面的大将 哪个不是端木黄启最信任的坐下行走 出了西都 他们说话就代表着天地意志 十个大人物要联手也就算了 还得主动出击的话就太丢人了 他们倒是能丢得起这个人 可端木黄启丢不起 于是他们就静静地等待着吕树上门 然后十人联手杀掉对方 这是一种很尴尬的情况 他们恨不得那少年赶紧上门来受死 十个衣品花衣莽夫克卿 围杀一个衣品 可能会失败吗 他们承认这个少年很强 可他们从未想过失败的可能性 直到他们看见了天空挂满了繁星 直到他们感受到杀鸡 已经笼罩了整个沟兰瓦斯 唐屋中的那名始终气定神贤的上手之人 疼得一下站起身来朝院子里走去 其余的各大客卿 巨都跟在他们身后 花衣莽浮的客卿们 眼瞅着天上那上万柄长剑 震惊莫名 他们甚至不知道 这上万柄长剑是如何出现在天上的 上手之人皱眉说道 那不是真剑是有人用手段幻化出来的 不对 不是幻化 幻化的说法是指幻象 可那头顶的上万柄长剑分明都像真的一样 今天晚上 王城真的是一波三折 先是吕树从剑炉而出 一条青石板路上杀了上千的西州死士 还有两个成名已久的花衣莽浮大客卿 然后是有无名天才在王城中晋升一品 五道名音覆盖全王城 大家甚至都不知道 这五道名音的边界在哪里 然而就在大家还沉浸在刚刚的震撼中时 那勾兰瓦斯的上空竟出现了上万柄长剑 如漫天繁星 今天晚上 就像是有人商量好了似的 要让整个王城都睡不着一样 这一幕接一幕的出现 简直让人应接不暇 一幕比一幕更加震撼 别说普通老百姓了 就是孙中阳与孙修文这样的大豪门 都觉得今晚大事实在是太多了 搞得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先关注哪个更好 孙中阳好奇的 哎 父亲 王城已经多少年没出现过这样的盛况了 孙修文遥望着远方的剑阵感叹道 其实也不算太久 就是剑炉主人莫名其妙 去拆了老神王半个神王宫的那次吧 孙中阳忽然站了起来 那剑落下了 无形剑气杀伤于无形且数量极多 可终究只是气 就连李贤一当初追杀傀儡师 也是将剑气依托在树叶中 不然无形剑气消耗太快 然而吕树不用去随地找梅剑 因为他有吕小鱼 树叶终究是树叶 哪有长剑更加契合呢 勾兰瓦寺里的莽夫克卿 看到那长剑的时候便觉得不妙了 他们已经很高估屡树了 一点都没有轻敌 试问十位成名已久的大克卿 毫无底线地联手对付一个后生晚辈 算轻敌吗 问遍全屡宙 恐怕谁都不会觉得这是轻敌了吧 他们除了没有主动出击 就连庭院内跪置的上百名死士 也都处在了真真正正的备战状态 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有一种打不过的感觉呀 这种明明感觉自己很强 却依然打不过对方的矛盾感 实在是太强烈了 强烈到 上手的那位克卿 感觉到了自己的愤怒 他忽然吼道 退 上万禀长剑开始下落的时候 上手的那位克卿感受到了无穷的危机 那是他这辈子都很少遇见过的大杀机 不退 就是死 可是现在再退已经晚了 那上万禀长剑里的无形剑气被吕树掌控着 锁定了那孤兰瓦寺中的每一个人 吕树说了 今晚他为刀组 人为鱼肉 西州敢攻打地球 那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现在少死一个人 说不定未来天罗地网的战友们 就要多面对一个敌人 一名大客卿面色冷酷地抬头 看着那落下的剑 如流星般坠落着 他双腿微微用力便冲天而起 只见这名客卿手中忽然出现一柄长刀 朝天上劈去 竟是要直接劈散了这巨大的剑阵 然而下一刻 那长剑穿破了他巨大的刀缸 仿佛那刀缸都是虚无的 不存在的 一名纵横数百年的客卿 前一秒还霸道无比 下一秒便被数不清的长剑贯穿了身体 犹如破布袋似的朝地面无力坠下 那为首的大客卿想不明白了 他们已然是站在一品巅峰上的人了 怎么这世间还有大宗师之下的高手 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 他不甘心 可是不甘心又怎么样呢 这一刹那间 他其实已经明白 不是他们轻敌 而是固有的眼光局限了他们的想象力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一品的巅峰了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能够打破一切规则与极限的人来到他们的面前 他们最应该做的不是战斗 而是不要激怒那个人 一品客卿冲上天空 却又瞬间陨落的场景 被无数正在注视着这里的人看在眼里 他们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就连一品客卿的性命都像是草剑一样 那万箭齐发的场景 宛如一场流星浩劫 虽然刚刚晋升那个人 五道名音之广 堪称世间仅有 但看到这一幕 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那个人与这少年吕树相比 到底谁更强一些 按道理来讲 肯定是刚晋升的那一位强一些 毕竟能够覆盖整个王城的五道名音 那得是什么境界 可是现在大家偏偏又看到 吕树出手的场景 忽然又产生了不确定的想法 我没见过那个刚刚晋升者出手 只是我看吕树出手时便感觉 大宗师之下 所有人到他面前都只能像蝼蚁一般 我觉得这就是大宗师之下的第一人了 第1044集 大宗师之下第一人 这个称呼也太玄乎了吧 虽然人人都知道 即便境界相同 实力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可是这宇宙中 还从来没有人敢说 自己是哪个境界里的第一人 连旁人也不敢说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 这吕树之大 天才辈出 虽然大家还没看到过更强的 可别的地方肯定还有比自己知道的那位更厉害的 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才导致旅宙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谁能成为大家心里的大宗师之下第一人 然而就是现在不管是孙中阳孙中阳孙中阳孙修文莫小雅还是王城九五豪门的家主甚至是仍旧隐藏在暗处的各方势力都同一时间升起了一个想法 这从箭炉里出来在青石板路上一路由东杀到西的少年在大宗师之下已经不会再有对手了 这就是一种莫名的感觉 原本孙修文是很淡然的 可现在连他都无法再淡定了 因为就算是他这种被称为王城豪门里最有希望踏入大宗师境界的人 也觉得面对这少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没有道理好讲的 勾兰瓦斯之内的死士和克卿们都陷入了绝望 他们本身今晚只是打算顺手解决一个小角色 那少年是天地想要杀的人 既然对方敢从箭炉里走出来 那大家就顺手杀掉他好了 结果杀着杀着对方没死 端木黄启埋在王城里的力量却被对方连根拔起了 青石长街上的死士 勾兰瓦斯里的克卿 一个活口可能都留不下来 勾兰瓦斯里的死士已经尽数死掉了 为首的大客卿面色阴沉 今日这一劫我等怕是逃不过了 想让家人活命 便用自己的命去换吧 杀了那个少年 家人还能活 大客卿们可不是孤家寡人 他们很清楚 如果大家就这么死在这里 那么西都里的家人一个个全都逃不过端木黄启的折磨 亲眷随从下人 一个都不会被放过 剩余九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彼此心里早就有过这样的共识 一时间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出两行血泪来 原本白皙的皮肤被这两行血泪硬染的恐怖至极 这不是在哭泣 而是他们瞬间逆行了自己的功法 就连血液也逆流起来 就仿佛在违反天地规则似的 天道原本注定你太阳东升西落 可你偏偏要反过来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已经是逼死了 只是 这一刻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气机忽然暴涨 那为首的大客卿抬手挥袖间 身体里黑芒法印在天上凝结 一口便吞掉了上千柄长剑 为首的客卿忽然笑起来 也不过如此 其余客卿见状也纷纷出手了 戏血以逆绝无生还之理 他们必须要在自己死亡之前 拉着那个少年陪葬 不然死不瞑目 然而就在此时 天上的巨蟒正准备再吞下一口剑气的时候 他的腹部忽然破裂 那腹内之前被吞下的长剑 竟然余力未消地 从内部杀了那头黑芒法印 花衣莽服的客卿修的功法都是同一种 这黑芒法印与客卿本体 本命一体威力非凡 可现在谁能想到 这黑芒竟然就这么死了 为首的那名客卿哀嚎一声 便轰然倒地 本就是在透支生命 现在黑芒死掉 他怎么活得下去呢 不过他的黑芒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那上千柄被吞下的长剑终究将剑气消耗殆尽 那长剑纷纷不受控制后 无力地掉落下来 化成黑色的能量消散于天地间 但是也仅仅是如此了 其余客卿看到这一幕有些绝望 即便他们逆行功法与气血 也只能消耗掉对方这上万剑气嘛 那最终他们也不过是和剑气同归于尽了而已啊 根本伤不到对方的本体 勾兰瓦斯的围墙与建筑已经被全部移为平地 剩余的八名大客卿便站在废墟上 与青石板路上的铝树遥遥对视 那少年一脸平静地隔着弥漫烟尘看着他们 就仿佛在看着八个死人 八位客卿一边拼尽全力阻挡着建阵 一边心中冒出来四个字 气定神贤 不知道为何 大家这一瞬间忽然明白 即便他们已经被逼上绝路 可那个少年其实仍旧未出全力 可就在此时 青石路上的镜头忽然传来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 又很整齐 如果不是看到来者的人数 有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人的脚步声 二十一个人 面目上有刺青 那繁复的黑色刺青 已经将这二十一个人原本的模样给遮盖掉了 吕树挑了挑眉毛 他想过可能会有人在他杀人的时候出手 对方也确确实实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出现 但吕树没想到 对方一来便是二十一名一品高手 还如此的肃杀整齐 这是有备而来 一名客青低声道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虽然从未听说过 吕树里有这样一群高手 但是只要他们出手 我们就有机会杀掉这个少年 活是不可能活下来了 契机已断 但是他们现在心中已有执念 那就是杀掉吕树 不知道这是谁在出手搅局 似乎今晚想要猎杀吕树的人 从一开始就不止勾篮瓦斯这一波 只不过对方隐藏得更深 直到吕树剑阵即将耗尽才出手 但有变数 但有变数对于这剩下的八位客青来说 就是好事 可是还没等那二十一名走到近前 天上的长剑陡然加速 原本正准备出手的八名客青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长剑奔袭而来 他们八个人迅速站在一起 身上蟒服里封存着的巨蟒 一头头飞出抵挡 整整七十二头巨蟒赢了上去 可是那剑阵化成一股洪流 将巨蟒一一冲刷干净 而后 常见的洪流 一一穿过八名客青的身体 这八人竟仿佛感觉 连灵魂都被穿透出去了 死亡来得太突然了 临死前他们都想不明白 这少年为何今晚要杀人 为何大敌当前都要先杀死他们再说 剑气已尽 吕树转头 看向那二十一名黑面刺青的死士 笑道 哼 你们又是谁派来的 第1045集 二十一名黑面刺青的死士 全都是一品的死士 这不是谁都可以培养出来的 也不是谁都愿意花费资源去培养的 一品有自身的意志 宇宙里几乎三分之二的一品客青 其实是自由身 活得久了 有些甚至都不愿意受自己的家族束缚 哪一方实力想要凑出二十一个一品还有可能 但是养出这二十一名死士可就太难了 吕树一直在想 今晚这一战会不会有人出手趁火打劫呢 如今他无形剑气用完 对方刚刚好这时候出现 摆明了是早就预谋好了的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背后的人到底是谁呢 竟然连端木黄起都算计 李树忽然觉得 这吕树世界的权力漩涡中 那一直隐藏在阴霾背后的青面獠牙 好像真的要显露真身了 双方就这么对峙着 吕树忽然往前踏了半步 结果那原本看似站位毫无规律的二十一人 竟然也跟着变换了奇怪的站位 仿佛对面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针对吕树似的 吕树仔细看去 那二十一人竟是七七之树结成一个小镇 每七人组成了一个以三维轴的大镇 这阵形仿佛天生训练出来便是为了以多圣寡似的 这就有点蹊跷了 二十一个人从训练阵法开始目标就是为了只杀一个人 这他们要是用大炮打蚊子的脑洞啊 屠啥呢 这不是浪费吗 吕树又走了两步 结果那阵形的变换更让吕树看不懂了 这还真的是专门只针对一个人的阵形啊 等等 这是用来猎杀大宗师的东西吧 竟然用在自己身上了 这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不过吕树现在气势正盛 哪怕无形剑气用完 外界都以为他已经历劫 可他自己却清楚 他的底牌从来都不是无形剑气 而是星图 第三层凝结的星云是雀阴灰陷 而第四层凝结之后 吕树一直都藏着没用 但新的星云怎么可能没有新的武器呢 第四层代表巨的剑叫做吞贼 此时红色的吞贼便静静地 注立在第四层星云的主星之上 让吕树意外的是 这次巨献而出的竟然是一柄手持的剑 以往不管是狮狗 俯屎还是雀阴 其实都是非剑 而这次的吞贼比想象中的 要长得多 流线型的锋利剑身 燃烧着红色的火焰 剑柄仿佛也是火焰铸就的 明明细长却有种爆裂的霸道感 不得不说 这柄吞贼来的正是时候 如今吕树的身体素质已经同皆无敌 甚至比一些普通修士高出两倍还多 所以进身战不再是一种可选的方式 而是吕树现在最有效的厮杀手段 吕树的骨子里便有一种暴虐的情绪蠢蠢欲动 他始终觉得两个人远远相隔 你放一飞剑我放一飞剑 那场景实在太辣眼睛 还是进身战以血搏血以命搏命更加痛快 吕树冷冷地看向那21名刺青死士说道 好 来自吕小鱼的负面情绪值加666 那21名死士明显愣了一下 正在遥遥关注着这条青蛇板路的王城老铁们 差点把腰都给闪了 说好的大宗师之下第一人呢 然而就在吕树转身朝着青蛇板路来时的方向开始狂奔的时候 那21名死士根本没有任何犹豫的便追了上来 吕树跑是有原因的 对方已经察觉到了吕小鱼的存在 所以始终都在防备着没有急着出手 这21人比端木黄启坐下的那12位莽扶克青要谨慎得多 谨慎到吕树心生警惕 而且问题就在于他们亲眼见到了吕树的手段还敢出来简陋 这21人的后面还有没有后手呢 所以吕树觉得自己这绝对不是认怂 而是战略转移 古人说过 留得青山寨不愁没柴烧啊 古人说过好汉不吃眼前亏 古人还说过很多治理名言 都是吕树现在转身跑路的理论之称 就在王城各方势力的关注下 吕树开展了一场盛大的逃亡 那21人紧紧坠在后面不慌不乱 似乎他们早就料到吕树会有逃跑的一幕 虽然刚才他们几乎以为吕树要跟他们正面作战了 吕树在逃亡期间有过几次试探想要反杀 可对方竟然更加谨慎了 竟是阵型不完美都不愿意出手 就像真正的狼群远远的坠在猎物后面 必须给予致命一击 若是无法一击得手 那便绝不出手 这就让吕树很为难了 他有把握破阵 可是他没有把握破阵后还能面对对方的后手 跑 他现在只能继续跑下去 跑出王城 王城的宅中时不时传来疑惑声 这就逃了 难道他是在忌待刚刚继身一品的那个天才 很有可能 在王城各方势力眼中 吕树和刚刚晋升一品的那位是两个人 他们也不知道这二十一人从哪里来根本是闻所未闻 所以他们在想 这二十一人是不是属于那位晋升者的势力啊 王城豪门从来没想过那个晋升者可能是孤家寡人 非大势力者如何能培养出这样的天才呢 然而就在此时 王城东面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铁蹄声 仿佛一只来自炼狱的重骑兵正在飞速奔驰 这是哪里来的军队 王城附近竟然埋伏的有军队 各方势力都蒙了 王城里面多久没有过军队敢在主道上纵马奔袭了 这他们要是真的要变天了呀 乱了全乱了呀 今晚的王城注定是喧嚣的 从那名少年走出剑炉开始 这王城便注定了无法宁静 吕树还在狂奔铁蹄声正在迎面而来 只是这一刻吕树的心情开始复杂起来 因为他知道谁来了 当那铁蹄出现在青石板路上的尽头时 吕树忽然站定转身 身后的铁蹄速度丝毫未减 有人高声示威着 吕树军出群 犯我折死 下一刻 吕树耳朵里听着那振奋的铁蹄声 他平静站在月光里 站在青石板路上 看向那远远相隔的二十一人 给我弄死他们 紧接着 那原本坠在吕树身后的二十一名死士 开始转身逃跑 五卫军如今的实力想在净空领域里 淹死二十一名一品 太容易了一些 第1046期 五千铁骑在王城中驰骋的场面 让人震撼莫名 王城百姓们已经太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了 有人远远地偷偷看着这一幕 结果便看到 那铁骑最前面的一个鹦鹉青年转头看向偷窥者 笑了笑 那笑容温和却又彪悍 温和是青年的面孔没有太多的杀气 然而对方身穿法器盔甲混杂在那彪悍的铁骑中 忽然就给人一种迎面而来的凶狠感 这种感觉是矛盾的 在五卫军当中却有如此的和谐 如今五卫军气势已成 天底下还从来没有哪支军队能跟五卫军一样从无败绩的 除非他们压根就没打过仗 王城的民风早就渐渐偏向文雅 这股子风气好像是从老神王写诗时开始的 后来连剑炉里的人都很注重追求美 神王宫和剑炉这天底下最强的两处圣地都文雅起来了 大家能不文雅吗 近些年来 王城子弟越来越不喜欢外出力量 今年进剑炉参加选拔的也不过是李家李方锋一人而已 从这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然而这屡周人民性子里还是有好战基因的 他们这和平是祖辈用血和火铸就的 修行文明怎么可能少了争斗呢 这时候五卫军一群铁血汉子们从王城东门杀入城来 负责守卫王城的剑炉连管都不管 只由着他们纵马接头无人能打 就连王城豪门都闭门不出 谁也不想卷入这场血雨腥风里 家主们坐在家中看着奢侈的装饰和身旁艳丽的妇人 忽然想起王城豪门立足的根基不应该是趋吉避凶的能力 而是实打实的实力 真正的乱世已经到了 有些人终将因为贪图安逸而被时代淘汰 这时候他们想起之前孙家宋家联手收购法器盔甲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法器盔甲其实是流进五卫军 那位少年统领手里了 只不过他们觉得有点可笑 你一个小小五卫军还能翻起什么惊涛骇浪吗 然而昨天刚刚嘲笑过的那支五卫军 现在便已经进入王城纵横百合了 当然若是五卫军乱来 有的是豪门可以联手制裁 可是如果那些法器盔甲全部利用起来了呢 如果五卫军的人数再多上几倍 甚至几十倍呢 之前他们想的是 只要吕树一天不成大宗师 那这五卫军在这修行文明里便一天没有立足的根基 可是今晚青石板路上一站之后 谁敢百分之百肯定 那少年没法晋升大宗师呢 吕树和他的五卫军在这安逸的吕咒王城之中 就像是一头突如其来的虎沙 让所有生灵都忽然清醒了 不清醒不行啊 不清醒就要死 之前吕树觉得身后那二十一人像狼群 可他们人数实在太少了 五卫军此时才是真正的狼群狩猎 李黑炭在吕树身后喊道 大王我们来救你了 旁边鹦鹉的刘一昭 没好气地拍了一下李黑炭的后脑勺 大王你救你 对对对 大王我们我们来敲匪了 吕树和吕小鱼都无语了 敲匪 青石板路两旁不远的地方 此时都安插着各方实力的眼线 暗少们都是拿着传讯镜子跟实况直播似的 这里的场景与声音都会以最快的速度传回宅底 大家听到李黑炭说要剿匪的时候都无语了 你呀剿匪剿到王城里来了啊 王城有土匪吗 等等 还真的有啊 这五卫军的前身可不就是一窝土匪吗 不光是前身青龙寨 后来不还有脱贫致富吗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一窝土匪竟然跑王城里面 贼喊捉贼来了 这话要是李黑炭听到指定得不乐意啊 这他们要以前他们是青龙寨没错 可大家开始写作业学文化之后 他们就已经叫做青龙学习小组了呀 眼瞅着五卫军到来 李树觉得自己这一次战略转移是非常成功的 虽然他没想过五卫军会来 也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敢这么擅闯王城 李树习习惯了和李小鱼一起孤孤单单的闯荡天涯 所以天罗帝王想要招揽他们都出现了很多困难 甚至聂庭晋升神葬境的意外就是吕树闹出来的 虽然后来加入了天罗帝王 但也仅仅是天罗帝王而已了 现在呢 他们来了吕咒可始终都是过客的心态 随时都打算离开 他们可以走 五卫军会跟他们走吗 吕树觉得不用勉强 大家好聚好散 从始至终 吕树其实是把彼此当作一个合作的关系 好聚好散嘛 所以吕树来王城的时候 没有让李黑探他们任何一个人跟着 就是不想让他们卷入真正的危险里面来 而现在对方不约而至 愿意为吕树舍生忘死 大王上马 李黑探从马上一跃而起跳上了天空 然后被刘依昭一把拉住扔到自己的马背上坐着 两人同城一起 这动作行云流水 就仿佛商量好了似的 这匹雄壮的马也是给吕树准备的 吕树笑了笑 抓住马匹的缰绳腾身便上了马背 就在他起来的一瞬间 手向地面伸去 地面之下的吕小鱼默契地将手递了过去 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 吕小鱼也到了吕树的马背后面紧紧抱住吕树的腰 动作也是一气呵成 他们没有商量过 默契却是天生的 那二十一名刺客转身逃走 而五卫军就在后面追着 一路便追向王城西南方 五卫军兵分三路围追堵截 竟是在王城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王城内的各方势力无与伴赏 嵌炉后山上 江树一看到这一幕也愣了伴赏 明明应该是一个很血性的场面 这一波波的反转 愣是让吕树给玩成回合之游戏了 慢慢的 那二十一名刺客 竟然被驱赶到了西南的城墙角 不过对方似乎早就留有后手 那二十一名刺客当先一人 手中拿出一枚紫色宝珠骤然捏碎 二十一名刺客 竟是凭空走进了一处空间通道 消失不见 李树移了一声 这是什么手段 竟是能够破碎虚空 他凝视着那二十一名刺客消失的地方 忽然移了马匹的缰绳 朝着王城西门冲去 出城 回家 第1047集 李树在王城所要做的事情终于结束了 他来到剑炉 虽然没找到回家的路 却意外地见到了江树一 虽然没找到打破世界壁垒的方法 然而空间通道却意外开启 按照江树一所说 如今空间通道又暂时性关闭 但按照开启越来越频繁的规律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地球将和宇宙彻底联通 终于要回家了 吕树等待这一天等待了太久 他率领着五位军一路向西极尺 王城里仿佛出了这铁蹄声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了 一晚上的战斗终于结束 此时朝阳出生 一抹阳光从城墙外照射而来 照射在他们的后背上 吕树忽然勒马停住 然后五位军便整整齐齐地停在了原地 整支五位军都随着吕树望向东方的朝阳 那阳光就仿佛代表着五位军的心声 一阵风吹来 所有五位军士兵法器盔甲头顶上的红鹰 就像是迎风招展的惊奇 很多年后 宋记大掌柜萧明泽回忆说 那支五位军就静静地屹立在西门很久 王城里面没有人敢去打扰他们 那一天青石板路上的雪染红了整个地面 大家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冲刷干净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在那天早上 忽然觉得这吕树有意思起来了 而且那天早上的朝阳也格外的好看 当五位军再次去世马匹朝城外奔腾而去之后 整个王城好像瞬间恢复了正常似的 就像是一个摒弃宁溪的人 忽然敢喘气了一样 五位军的实力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会必吧 一支小小的五位军就算实力再强悍 只要他没有大宗师 那王城豪门就没必要退让 可是吕树在这一晚所表现出来的潜力 是一种叫做未来的东西 吕树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如此强悍的衣品了吧 很多人都开始想 五位军是南州的军队 而端木黄启又在跟南州打仗 如果文在府愿意出来庇护吕树 那么这位吕树真的值得投资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当五位军从西门穿行出去的那一刻起 彼此间就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王城豪门坐惯了锦上添花 他们很清楚雪中送炭更加容易被铭记 然而他们不敢冒险 毕竟吕树的对立面是一位天地呀 也有人存了心思 若文在府不出面庇护吕树 那么就算吕树杀了十二位莽福克卿又如何呢 他将面临端木黄启上天入地般的追杀 不死不休 吕树并没有直接返回南庚城 而是带着五位军从西门出来之后 直奔百里外的一座小山剑 张卫宇等人还藏在那里 张卫宇和冬夜他们这些内殿职都是没有实力的 本身起码跨越这么远的距离 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了 哪还有余力跟着五位军进城厮杀呀 所以他们只能躲在某个隐蔽的位置 等待五位军的归来 好在张卫宇等内殿职对于王城太熟悉了 他们生活在这里不知道多久 哪里有适合藏身的地方当然明明白白 而且作为曾经的内殿职 理应知道许多常人不知道的秘密 只是当张卫宇目送五位军开拔前去王城营救吕树的时候 张卫宇忽然感觉很惆怅 他们曾经也是如此的意气风发 初看春华红 转眼已成东 他们就在这春去秋来的日子里虚度了二十三年的时光 等待的却只是一片虚无 有人私下里说要不要再劝劝刘一昭 告诉刘一昭实行 吕树并不是他们等待的人 然而张卫宇摇摇头说道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呢 你们觉得刘一昭现在快乐吗 有人说道 那倒是真的挺快乐 张卫宇说道 那又何必告诉他真相呢 如果我们所等的注定不会再出现 那么就让这小子沉醉在一场美梦里 又何乐而不为 为何非要叫醒他 跟着我们一起痛苦 所有内殿职都沉默了 是啊 现在的刘一昭就是快乐的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王 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角色 如果这就是一场美梦 那就让刘一昭活在这场美梦里吧 当年刘一昭是他们一手带出来的 他们看着刘一昭就像是看着自己的亲弟弟一样 以前大家对刘一昭还有误会 可现在大家都知道 刘一昭其实也是在跟他们一样等待着 张卫宇笑着对所有内殿职说道 如果不是肩负着使命 我也很想跟随吕树那小子征战天下呀 想到能够在王城大街上纵马飞驰 就像是一场极好的春光 但是可惜了 生不逢时 所以我们继续等下去就好了 就让刘一昭那小子放飞自我吧 他们很羡慕刘一昭 而且愿意成全他 但是该等的终究要等 就在此时 铁蹄声从远方传来 张卫宇他们转头看去 心中也稍稍松了口气 在场的内殿职都是人精 听铁蹄的规模 就大概猜出来这五位军回来的人数 并没有遭遇什么惨痛的伤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最前方的吕树和吕小鱼 骑在同一匹马背上 而吕树身后 则是气势已经攀升到鼎盛时的五位军 可是吕树带着五位军回来之后 并没有下马 而是静静地坐在马背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张卫宇 如果我说我有手段让你们的根基接续 你们信不信 张卫宇愣住了 整个五位军都愣住了 这世间真有可以接续根基的手段吗 他们从未见过呀 但是不知道为何 张卫宇下意识地便选择了相信 还没等他们回答 吕树已经在马上平静问道 如果我帮你们接续上了根基 但条件是为我征战 直到你们等到你们要等的人 你们是否愿意 不挽留 不强求 不签盟约 吕树说的 对 张卫宇深深地吸了口气 张卫宇代表内殿之五十六人 感谢再造之恩 若我们等他始终不再出现 那我们的命 这就算是卖给你了 可他有一天真的回来了 也请你理解 吕树 果然乐呵呵笑道 哈哈哈哈 理解理解 别磨叽了 马上就有一场硬仗 打谁 端木黄起 张卫宇刚才还说 留一招活在一场美梦里 结果他觉得自己现在好像也入梦了 第1048集 在吕树说出要给张卫宇他们接续根基之前 大家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过 因为从来没见过呀 那固有的意识让他们早就习惯了一件事情 断绝的根基是不可逆的 可是现在吕树说出口了 大家竟然不由自主地就相信了 吕小鱼在马背上表情平静 他知道吕树隐藏这个秘密是很用心的 从灵气复苏开始 从吕树知道自己能够修行开始 这个秘密就一直存在 却始终讳莫如深 聂庭吃过一颗 李贤一吃过一颗 陈百里也吃过一颗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 吕树到底有多少洗髓果实 在吃之前 也不会知道洗髓果实的功效 如果公诸于世会引起多么大的波澜 而现在 吕树决定拿出洗髓果实 来给张卫宇他们吃 一方面是吕树敬佩张卫宇等人的操守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吕树需要强大的助力 大家都知道西周是多么的强大 也知道端木黄旗是多么的强大 吕树想要进攻那支黑羽军 以及端木黄旗所统侠的所有势力 那就必须有与之对等的实力 地球上所有人的修行都太晚了 例如聂庭这样的人 六十亿也不过就一个而已 当然 吕树还不知道 石学进已经晋升 但是从大概率上来讲 聂庭的天资本身就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普通人呢 如今天罗地网的一品高手也不过是三四名 昨天晚上来参与围猎吕树的一品就有三十一名了呀 所以地球怎么可能打得过西周呢 如果那条空间通道必然开启 那么吕树必须早做打算 而且不仅仅是端木黄旗了 昨晚最后出现的那二十一名刺客 也让人感觉到心惊 似乎这吕树还隐藏着一股莫大的势力蠢蠢欲动着 会是谁呢 原本吕树都觉得他面前的那层迷雾都要破开了 现在又忽然扑朔迷离起来 以前李良刘一昭他们 就默默地助力在吕树的身后 而吕树则看向张卫宇等人 我知道你们以前都是内殿职 但是我也知道你们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苦 更知道你们无时无刻都想恢复当年的风采 但从今天开始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其实有时候吕树很不愿意看到张卫宇这样曾经的英雄人物变得落寞 吕树想到张卫宇喝醉后对他说 有一位老友撑不下去自杀了 那位老友很艰难的连饭都吃不起熬不下去了 想到这里吕树心里都会疼一下 但是命运面前谁都无从选择 或者说所有的结果都是自己选择的 他跳下马来走到每一位内殿职面前 就会递给对方一颗鲜红的果实 每一位内殿职看似平静的面容下都有一种难掩的激动 这就是能接续他们根基的果实 吕树发完之后平静说道 你们吃下去吧 内殿职们全都一口吞下 没人想过这其中会有什么问题 而且他们现在这模样吧 吕树想杀他们根本就不用这么费劲 直接杀了就行 大家吃下去之后 忽然感觉这果实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 只不过怎么没啥反应呢 这时候只有吕小鱼面色极端古怪的看着吕树 只见吕树沉吟两秒说道 你们刚才吃的东西在我的家乡呢 学名叫做圣女果 俗称小番茄 我这是担心你们第一次吃那么宝贵的东西不太适应 所以给你们铺垫一下 来自张卫宇的负面情绪值加999 来自冬夜的负面情绪值加999 吕树看着收入记录 好的回本了 这一次他才重新一人发了一颗洗髓果实 然而这次张卫宇等人看着他的表情 已经从笃定信任变成将信将疑了 这次学名是啥 圣男果 张卫宇一脸的不信任 感觉自己刚才那慷慨激昂的情绪都塌面白瞎了呀 这是逗大家玩呢 但是果子还是要吃的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啊 然而这一次洗髓果实扔进嘴里之后 张卫宇忽然发现这果子其实是没有味道的 如同一股暖流一般汇入四肢百骸 当根基断绝之后 那身体里的经脉早就像是干涸的河流寸寸军裂 他们的根基与陈百里和李贤一还有不同 李贤一和陈百里的只是受损而已 甚至还能修行 只不过是根基无法承载附和了 而张卫宇他们则是完全损毁 平日连修行都不行 所以这一次他们的根基修复速度 远要比李贤一他们来的缓慢 只见张卫宇等人站定在那里 表情都是呆滞的 当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可以重新内饰五脏六腑的时候 便迫不及待地检查自己的根基修复了 真的完全修复了 李黑探他们也都知道 张卫宇这老小子以前肯定很厉害 但是当他们感受到这五十六个人同时回归一品境界的能量波动时 还是震惊了 此时都不用一杆之体制 李黑探他们也能清晰地感觉到一切 因为这能量波动太过庞大 就仿佛面前有个炉子在炙烤天地一般 脸上的血管都仿佛在被炙烤的膨胀 王城之内的那些修行者们也是同样感受到了 他们纷纷望向这个方向 心想这王城最近究竟是怎么了 奇怪的事情竟然一波接着一波 可是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甚至都没人有勇气过去看看 天空中有了短暂的扭曲 有人以为这是谁在晋升一品 天地异象要出现了 然而那扭曲很快便结束 重新变得云淡风轻 吕树一直在关注着张卫宇等人的情况 他也想知道重回一品境界 会不会有天地异象来着 如果有 那么五十六个人同时 是在一方天地里回归境界 满天都是小星星 就在吕树思考天道是会选择张卫宇的异象还是冬夜的异象的时候 天道说道 我选小星星 我选小星星 你他妈这是什么原理 关老子屁事啊 第1049集 场面一时间非常尴尬 张卫宇他们也没接续过根基啊 所以谁都没有经验 不知道重新回到自己的巅峰境界会是什么样子 但问题来了 就算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也绝对不会认为 这小星星是自己的五道名音呢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这时候张卫宇忽然看向吕树 吕树却大声道 这是你们谁的五道名音啊 嗯 这个先下手围墙的说法让张卫宇他们一愣 不由自主地又面面相去起来 是啊 就他们五十六个人回归一品境界 除了他们还有谁呢 吕小鱼在旁边听了直翻白眼 他知道吕树这是仗着 当时除了他和吕树没有人在王城 没人听过这首小星星 所以倒打一耙 然而张卫宇等人因为信息不对称 还真的被唬住了 此时此刻 吕树觉得自己简直机智的一匹啊 简直就是成功地洗脱了自己的嫌疑啊 虽然他本身也就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可张卫宇看他那一眼 实在让吕树有点坐不住 小鱼应该不会拆穿他的对吧 吕树现在就是想 这一波赶紧杀去南州和西州的边界 到时候说不定就回家了 管他们之后怎么想呢 这时候 张卫宇等人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怀疑中 事实上 这一次的五道名音 竟然还没有吕树上次一个人晋升一品时来的宽广 原本恢复实力时是不该有五道名音的 可这一次回归境界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就好像是天道都觉得不来点动静 已经说不过去了似的 可是这么多人晋升选谁的五道名音呢 或者说这些人本来就不该有五道名音出现 那么该用什么来当五道名音呢 那就用小星星吧 吕树猜测 大概应该也许就是这么回事 这一次 因为吕树他们已经在王城之外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了 所以王城并不是被全部覆盖 原本各方势力其实对于找到这位晋升者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但是吕树他们这边的能量波动太强烈 实在是不能不怀疑 于是豪门家中的奴隶再次动了起来 开始询问各面城池的边界处的人 你们刚才听到小星星了吗 结果大家愕然发现 东北方是没有被五道名音覆盖的 五道名音不存在声音的大小问题 在边际里就一定听得一样清楚 然而踏出边际之外 哪怕只是半毫米都听不到一点动静 所以 这一次的五道名音被迅速定位 具体的定位没有 但是能保证一定在城外 而且就在刚刚发生能量波动的方向 这大清早的都有谁出城了 可不就是五位军吗 于是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 这五道名音的归属者是吕树啊 昨天晚上还有人在想 这位五道名音范围广阔到可怕的晋升者 与吕树相比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大宗师之下第一人 然后一群人希望找到那位晋升者 试图进行投资或者投靠 但是所有人都因为吕树已经是一品 而忽略了昨晚王城血战里真正的主角 现在所有人都明白了 原来吕树就是那个晋升者 难怪那少年强到让人震撼 是啊 这才合理啊 不然一夜之间 王城诞生两位超强的一品天才 怎么都感觉太过古怪 天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廉价了吗 呵呵 一点都不廉价 全是吕树 可是不合理的事情又来了 你吕树在发出这五道明音之前 不是已经一品了吗 怎么会有第二次五道明音呢 好的 就算第二次也说得过去 算你开了仙河 但是第三次又是怎么回事啊 你还有完没完了 而且你这五道明音也太个性了吧 谁家五道明音 是这么苍凉的唱首儿歌呀 别说唱儿歌了 五道明音里连唱歌的都没有 吕树要知道王城人民的想法 就会觉得很冤 这次真的不是他呀 前一刻 孙府之中 孙修文与孙仲阳依然对坐着 孙修文在尝试着为自己的儿子复盘昨日种种 他是非常宠爱自己这个儿子的 所以如此重要的事情他当然要为其分析 结果怎么分析都觉得其中有好多环节都是缺失的 孙修文自言自语道 吕树为何执意要杀十二克青 因为差点被端木皇起镇压嘛 也说得过去 孙仲阳端坐着问道 附近觉得他是为此去杀人的 那气性也太大了点吧 孙修文叹息道 唉 你不知道这世上便是有这么一种人 但凡有能力 仇恨绝对不隔夜 我觉得这少年就是如此 而且他已经忍了很久了 直到端木皇起离开才动手 但是其他又有事情解释不通 端木皇起为何如此紧急离开王城 那二十一名刺客又是谁的人 为何为杀吕树 那夜班的晋升者又是谁呢 这个事就好像一个线团 杂乱地纠缠在一起 让孙修文根本找不到头绪 然而就在此时 吕树就是昨晚晋升者的消息传来 孙修文陷入了呆滞 孙仲阳也不敢打扰自己的父亲 足足过了两个小时 孙修文才忽然苦笑起来 实力 实力 没有实力 什么算计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落了旁门左道啊 我从今日起开始闭关 不破宗师计 便不再出来了 孙仲阳看着父亲绝成而去 竟是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啊 怎么吕树晋升 反倒把父亲给刺激的去闭关了 那自己怎么办 也去闭关吗 此时箭炉后山上 江淑仪与顾灵飞摇摇地望着王城众生 他们看着五卫军从西门而出 看着天边异象 听着五道明音 然后等待着王城喧嚣起来 顾灵飞忽然说道 师兄 你昨夜就知道 那是他的五道明音了吧 江淑仪微笑着点点头 没错 顾灵飞不解 为何会有如此强悍的五道明音 这已经超脱出我们已知的境界了 岂不是意味着 他可以很快地进入大宗师境界 甚至超脱出来 第1050集 顾灵飞有时会觉得那少年很好看 也会觉得那少年是个天才 毕竟这是发现剑灵 改变剑炉历史的人 但是顾灵飞从未想过 对方竟能强到如此地步 江淑仪笑道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能有这么大的动静 顾灵飞问道 以前出现过吗 神王与师父是否有这么宽广的范围 江淑仪笑着摇摇头 那可就不知道了 咱们哪有机会见他们二品生一品时的样子 我第一次见到那位神王时 他几乎可以披腻天下了 能做他对手的人寥寥无几 师父也一样 顾灵飞想了想说道 也是 但师父那么强 是怎么被拐回来的呢 江淑仪僵了一下 这其实是剑炉弟子之间的大禁忌 谁愿意提自己的师父师祖是被拐回来的呀 听起来就很别扭好吗 就算拐走师父的那个人是全宇宙的主宰 也一样很别扭啊 不过江淑仪与顾灵飞作为剑炉已经最核心的成员 其实大家也不用避讳这种话题了 而江淑仪又好像是那个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顾灵飞好奇地看着自己这位大师兄 江淑仪忽然平静说道 师父说他很好看 顾灵飞当时就惊了 师兄你等会儿 欺负我没见过他是吗 他那最多算是梅青木秀 怎么能算是好看啊 江淑仪叹息道 其实师父对这件事情很生气啊 但是一直都没跟其他人提到过 那时候我还小 师父有一天一个人生闷气 我问他怎么了 他就说 你们凭什么说他不好看 顾灵飞愣了好半声 旅周人自以为知道剑鲁主人和神王的关系很好 比如剑鲁主人说 这天下风景 他只要三分 于是神王便给了他三分 但他们平时又矛盾很多 比如剑鲁主人经常在公开场合不给神王面子 比如剑鲁主人去拆了半座神王宫 比如剑鲁主人曾在藏书草炉大骂老神王 比如剑鲁主人多年前曾离开了剑鲁不知所踪 有人觉得 这好像就是可以共苦却不能同甘一样 旅周里只能有一位主宰 当天下平定后自然而然会产生分歧 但其实剑鲁弟子们知道 当剑鲁的那片大草坪上竖起剑鲁主人雕像的时候 是剑鲁主人要求加一座神王雕像的 可是 谁又知道当初剑鲁主人是心甘情愿被拐的呢 只因为他觉得老神王长得好看 而且还愤愤不平地认为 全吕咒人都应该觉得他好看 江属仪忽然感慨道 十二年前师父离开前 修改了旅周的一道法则 恐怕你都想不出来那法则到底是什么 而我现在却不能说 顾灵飞忽然觉得 这是怎样的感情 能让自己那位平日里杀法果断的师父 变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做出这种赌气的行为啊 就在所有人以为 吕树完成第三次晋升的时候 却是五卫军获得了新生 原本五卫军虽然整体实力很强 但缺少了最至关重要的高端战力 所以之前的五卫军如果面对数量足够多的一品高手冲阵时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溃散 这不是五卫军如今的战斗意志不够坚定 而是出了王城以后 一品高手如果能够占据制空权 一品以下的军队将失去自己的所有优势 二品也是有对控能力的 比如飞舰这样的手段 可如果真这么简单 那飞天便毫无意义了 一品高手的飞行速度 远超地面行进的速度 而且居高临下的打击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优势 而现在不同了 吕树用洗髓果实换回五十六名一品高手来 不仅如此还得加上义钱和李良 这两个刚刚加入五卫军的大将 算上吕小瑜自己和吕小瑜所掌控的贾桑医 安东尼主教 这一品就可以达到六十二人了 另外吕小瑜也是随时可以晋升的 只是缺了吕树替他吃果子这个步骤而已 所以五卫军如今可以算是拥有了六十三名一品高手 这放眼天下算是一等一的战力了 没有哪支寻常军队可以匹敌 吕树也终于敢带着五卫军去找黑羽军试一试了 张卫宇等人心情复杂 失去了二十三年的东西一朝复得 这不是用简简单单的兴奋俩字就能概括的 但不论如何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吕树打赢这一仗 就算对手是整个西周也无所谓了 而且吕树还有其他的后手 这一个后手他留了将近一年之久 终于派上用场了 在吕树曾经得到青铜盔甲的时候 混沌咬碎了记龙台吃了小白鱼 天罗地网得到了青铜洪流 而吕树并不是一无所获 他得到了三差几 还有一百具黑色盔甲 海族之中等级森严 身穿黑色盔甲者便像是如今的贵族一般 对青铜海族拥有生杀与夺的权利 然而当初那深海之下的一百个黑色甲氏 在云以与陈百里的争斗中一个都没活下来 盔甲也全被吕树收入囊中 那个时候吕树就在想 也许这一百具黑色盔甲会派上大用途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种预感 所以当初青铜盔甲它是一件都没留 黑色盔甲却联合陈百里老爷子瞒了下来 陈老爷子当时说 帮吕树瞒下这件事情 就算还了当初洗髓果实的人情 吕树也答应了 那个时候最令吕树震撼的是 五十二名三品实力的黑色甲氏 联手利用盔甲形成共力 竟然能挡住云以的那一具钢铁傀儡 他偶尔会想 如果是一品高手穿上这些盔甲 会是什么样子呢 想到这里的时候 吕树总会笑 毕竟整个地球也没有那么多一品呢 结果现在他所设想的都实现了 吕树将黑色盔甲递给张卫宇等人 然后又将三叉戟捆成捆的扔给李黑探他们 要知道 这吕树里的武器向来很贵 比盔甲还要贵 而现在吕树一口气 拿出五千多只法器三叉戟的做法 完全震撼到了李黑探他们 就连张卫宇都很震惊 他们知道吕树底牌很多 也很有钱 还特别能攒钱 但是他们没想到 吕树竟然偷偷摸摸的 攒下来了这么多的家当